Delta变种病毒很快就攻陷全世界 早前大量打疫苗的国家 比如以色列、美国等地方 现在都看到那些Case 就是确诊的数字又重新上升 之前大家以为有了疫苗 就一切都可以岁月正好 但是似乎又再失望 人就通常很极端 尤其是一个很极端乐观的情况 突然间又走到一个极端悲观的状态 大家又觉得这样打疫苗没用 就是说疫情会没完没了 但事实是怎样呢? 当悲观情绪离慢的时候 很多人就放一些消息出来 说疫苗根本就没用 打完都照感染的话就没意思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如果你打了两针的Visor-Bandtech疫苗 或者Moderna疫苗 或者是一两针的牛津疫苗 甚至呢 就很大机会一针的Johnson & Johnson疫苗 都能够应付到Delta病毒的 应付到的意思呢 就不是说你100%完全不会被它感染 现在我们发觉 Delta病毒因为它变了 它的传染力比较高一些 即使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是之前的病毒的话 疫苗保护能力就去到90% 但是因为Delta变了一种 疫苗防止感染的能力 由90%降到70%左右 即使打了两针疫苗的人 或者打齐了疫苗的人 假如它处在一个很挤壁的环境里面 一段时间 而里面也有些人带着病毒的话 被感染的机会都仍然有在 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都被病毒感染的话 大部分都是轻症 很少很少部分的人 才会变成重症 疫苗对于防止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进医院重症死亡 是仍然相当有效的 但是它防止我们被病毒感染的能力 是有所降低的 第二件事我想说的 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到 一些头条 就是说 现在受感染的人 很多都是打了两针疫苗 打齐了疫苗 都仍然受感染 所以疫苗根本就没用 这个其实是大家一个错觉 其实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你受感染的机会 是会降低了很多 但是在一些社会 比如说英国 美国 或者以色列那些 因为这些国家 打疫苗的人的比例 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美国差一点点 如果打疫苗的人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而未打疫苗的人 比例是很少的话 当然如果真的有人受感染的话 数字上 就是打了疫苗的人 都会占了一个相当的比例 其实是很自然的 并不代表疫苗是没有效果 如果大家都不太明白的话 假设 如果有一个地方 就是100%的人 全部都打了两针疫苗 如果在这个地方 因为疫苗不是完美的 它不会说100%有效 那里面如果有几个%的人 打完疫苗都受感染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个头条出来 就说在这个某某某城市 就100%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都是打了两针疫苗的 那这样就有些误导性了 不能够这样就说打疫苗没有效了 大家在报纸看到的breakthrough case 就是说打了两针疫苗之后 仍然受感染那些case 大家不要只听个数字 应该看看 就是这些打了两针疫苗的人 仍然受感染的话 它有多少是重症呢 如果大部分都是轻症 好像双方感冒那样的 或者没有什么症状的 那其实疫苗已经产生过效果了 因为疫苗呢 我再次强调呢 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防止重症 防止大家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进医院啊 甚至死亡 这个作用是最大的 最近也有很多人在争拗 就是源于 美国的疾控中心CDC 有些内部文件流了出来 就说打了针的人 感染了Delta病毒之后 鼻里面的病毒数量 比一些未打针的人 就不会少得多 就是说打了针和不打针 一旦受到新冠病毒Delta感染的话 鼻里面的病毒数量 都是差不多 原来打了针的人 鼻里面的病毒都一样 那么多的话 那就是说 它传染其他人的能力 一样很高 和那些未打疫苗的人 一样那么高 这样这件事 就会完全颠覆了 一直我们对于疫情的看法 因为我们一直想 就是打针打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有这个群体免疫 好像麻疹那样 麻疹呢 都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病 如果社会里面 95%的人打了麻疹针之后 大部分时间 都不会有麻疹爆发的情况 发生的 就是说麻疹 就不会好像伤风感冒那样 变成风土病 经常都有的 那即使剩下5%的人 不打针也好 社会里面都仍然没有什么人会感染 原理呢 就是因为 以麻疹这种病来说 如果打了麻疹疫苗之后 那些人就不会被感染 不会被感染的话 那就更加不会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但是如果假设COVID 真的打了两针的人 不但仍然可以受感染 带着病毒的数量很多 如果可以继续传染很多人的话 这样就永远做不到群体免疫 因为即使打了针的人 都仍然会被病毒感染 并且将病毒传出去 那剩下来未打针的人 永远都会被这些打了针的人 传染到 这样就不会有一天 会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 那英国有些专家似乎很buy这种说法 那他们最近出的报告 都有一些好像躺平了 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想到群体免疫了 因为Delta病毒出现了之后 感染了之后 鼻里面就会带着很多病毒 如果没有打针的人差不多 会继续传染 所以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 不过都不用怕 因为你打了针 都很少人会有重症 这个病虽然会长期存在 但对于大家来说 都好像伤风感冒流感 有些不方便 但就不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那大家不如就这样算数 但美国方面有些专家觉得 这个数据 CDC的数据 有不尽不实的地方 因为你鼻里面 用PCR去查那些病毒 是不是代表 里面真的活的病毒 都是这么多呢 会不会就是说 你打了针的话 那些人看来有抗体的 鼻里面的病毒 虽然有这么多 但是很多可能就是 有些抗体在那里黏住它 黏住了那些病毒 其实就没办法感染 另一种情况就是 那个人因为打了两针 那个免疫系统在做东西 就其实已经杀了很多病毒 大家都知道 PCR都会查到那些病毒的残骸 所以其实如果打了针的人 鼻里面那个病毒 其实很多不是真的完整的病毒 不会传给其他人 很多都是病毒的残渣 所以美国方面的专家都觉得 我们应该再努力一点 将打针的比例 再推高一些 应该可以达到当初想的 那种群体免疫的情况 这件事情 其实就有少少 就未有足够证据 分得清哪样是真 但是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你打完这些疫苗的话 起码起码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就不会有机会有重症了 还有我就算当是 如果你打了两个针之后 再感染病毒 那么你鼻里面的病毒 全部都是生的病毒 会传染人 但是因为你打了针 你真的受感染的机会 已经减低了很多 就是说 在整个社会来说 如果大部分人打了针的话 打了针的人 感染病毒的机会 本身已经少很多了 即使每一个人 带着病毒的量 和那些没有打过针的人 感染了这个病之后 鼻里面带着病毒一样多 但是你打了针的人 再被感染的人数很少 它主要的传染力量 都是一些没有打针的人身上 而打了针的人 即使再感染 都不是感染其他人的主力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